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每个字Peter一转 今天是2023年1月24号 礼拜二晚上11点钟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看看一些NFT的项目 最近有几个NFT的项目即将推出 或者是这些NFT项目值得大家关注 那大家知道NFT最近 这个五条猴带领的NFT项目持续往上走 那还是有一些有趣项目出来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这些有趣项目哪些 首先带大家来到Open OpenSea,你看到OpenSea这边 五条猴带的票价格来到2.9 那现在其实还是蛮多人在玩 这个游戏 那希望玩这个游戏能把整个 现在看你们把这个游戏 最后能命到比较稀有的 那这其实第一次说大家 透过游戏 那可以来命更稀有的一些NFT 这个最早是1.2级 发售了 那到目前为止大家涨到将近3个亿的 那我觉得五条猴带这一波除了这个票之外 五条猴带的地 五条猴带的地 Other size也是一个成长的空间 那大家其实预期在 这次我发完这个票之后呢 地有可能会回落 预计地大概如果一个有办法进入的话 那下一波大概预计是4月份 3月份4月份可能会有另外一个Ride 就是另外一个地的一个让大家去你第四玩 那第四玩的时候肯定会一波往上涨 那现在这个地来到1.49 我们看看这个地会不会有机会往上走啊 再带来看几个项目吧 一个项目这叫magic badge 那magic badge这边一个项目是一个所谓的magic mushroom 这个所谓的一个community 那里面有点像是一个VC 说如果你什么项目的话 你可以join the badge 大家可以进入这个community里面 那它后面其实像是一个polygon 在support他们 那polygon的VC也是投了他们 那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蛮多蛮多项目 不管是disney啊 那甚至starbucks 好多好多这些项目都是以polygon的NFT community为主 那我觉得在2025年来之前 polygon这条链其实整community NFT 有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成长 那特别是大的企业 现在都是选polygon当成是他们的community 那甚至有一些 即将发生的企业也都会选polygon 那特别是 这边的magic mushroom我觉得也是责大家关注 你如果来到他网站你可以进来啊 你看到网站里面 看这网站有什么 哎这网站没有办法点啊 ok 那大家可以进来看看这网站 那另外这一个另外一个项目叫做plutoverse 那这个plutoverse也是polygonventures这边投的 那大家知道polygon最近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出的本身 设计跟大品牌合作非常好 那他们借venture开始做一些不同的投资 那这个plutoverse感觉更像是有点像是 在宇宙里面然后他们会发类似宠物出来啊 你可以看到他们做的这个小小的影片 这影片看起来更像是 是有点像卡通啊 但是非常短啊这才二几秒而已 那这个现在这个账号 并没有太多人了11000多人 但是他这个反应还是算是蛮OK的 另外这边有个项目叫做cakes 这个项目之前跟大家讲过cakes这个品牌是做球鞋以及做篮球相关的 那他们之前其实有跟不同品牌合作过 那包括他们现在打算在 做这个球鞋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一个NFT 那将来啊 如果你有一个NFT 将来他会把真实球鞋寄给你 那你看这边他们有一些不同的partner 这边你看这是Lukon Dantage 甚至 这有一些不同的NBA球星啊 那这边有跟Nike的合作啊 那cakes跟Michael Jordan Jordan鞋子JordanNo.1跟JordanEra Jordan 1合作 所以这边LeBron James也打算跟他们合作 所以cakes本身他是个品牌就是跟运动跟篮球 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度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那他们之前这个community一直持续推出类似 篮球相关的 新闻出来啊 你可以来到他的网站现在所有东西都是coming soon 这个网站跟我们上次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 发展啊稍微有一点点额外的 额外的算什么 额外的发展 我看一下 OK我们家还是 看一下这个网站吧 那在下个项目想跟大家讲这个的blaster blaster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动画这个动画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画好了 这个动画有一点点像是在西部啊 西部动画那人走进来 喂 人怎么被干掉了 那这个动画看起来算是 西部牛仔动画 那后面很多很多的这些 宠物 感觉又是像是一个游戏啊 你看这目前为止看起来 除了本身这个动画之外没有太多的内容啊 没有太多内容就这个blaster.xyz 下一个跟大家讲这个项目啊 叫做 Demon Sonos 那像是一个RPG的游戏啊 你看这个Demon Sonos 这边有一个影片 这影片现在有 17000多人看呢 看起来有点像是Pokemon 你看Pokemon后面的人 那 他这个地方去Summon 去招募召唤一些不同的 宠物出来啊他自己本身跳入一个 元宇宙里面 耶 你可以看到现在元宇宙里面其实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community 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推出 一个不错的项目啊 你如果来到他来到他网站 这就他的网站网站里面的video就我们刚刚那个video 所以既然是free to own RPG如果你在这里玩的话就可以 拥有他里面的整个 NFT啊 NFT应该就是他里面这些小怪兽啊 这是我们刚刚讲 那另外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日本的NFT 其实本上前一阵子有几个NFT项目 日本出来还是不错的 那现在这个有一个所谓NFT MarketCap.jp 那这边有许多许多日本NFT在这里 让大家一个参考啊 比如说 Live like the cat 然后 Crypto Ninja Appapanda 这个我们之前都在大家看过了 Appapanda价格还在0.9的意思 那这整个 Community里面大家讲的 NFT 日本NFT 其实他本身很多的这些项目 他自己都是有一个很大Community 可能是Instagram的一个Account 或者是Twitter的Account 那当然日本自己的文化 是一个特殊的文化 如果大家认同了这个NFT的时候 那这个NFT有量 就会起来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前一阵子这几个不同的日本NFT在整个NFT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好 那这边有一个 Web3 Web3 所以Web3 日本NFT的这个网站 那这边也蛮多介绍日本NFT的网站 比如说这个Fiberty Schedule我们点击来看看 看日本NFT2月份有什么样特别的 比如啊 哎我看这边有什么 这是Allocation Allocation Comet 这Music NFT 这是Sarna PenPens 那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逛逛作为日本NFT最近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新的项目让大家可以参考 那另外这边有一个Waltz 所谓的Waltz Valtz Waltz Valtz Waltz Disney你看这个像早期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早期迪士尼的动画 那Waltz是什么Waltz Disney 那像这个你看这个走路这个小人这个是不是像是早期 米老鼠的走路啊 这个人也是啊 看起来是迪士尼的一个动画风格 那他们后面不晓得是不是跟迪士尼有最直接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到他网站来看看 网站如果进来 OK Turn on the light OK你可以看他这目前为止他里面有一些人在这边走路啊 Waltz Valtz Vision Yeah Story Vision About Waltz Valtz What is this about Tim Tim 他的Tim其实 这个人都是假的都是名字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你看这个其实没什么意思 其实除非你有linking但是没有linking的话你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真来假的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一些NFT的项目以及目前市场上 值得关注NFT我觉得无聊后还是大家值得关注啊那除此之外有些新的项目大家有兴趣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如果觉得视频带给价值 请关注我们那并订阅啊谢谢大家 Cheers Bye Bye G-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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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研